谁 你说吧 你数一数 咱能叫上名的一个个歪 我因为你 谁我没误会 所以我误会别人 也是因为你 所有对的都是因为你 不管他因为什么 我觉得 我那个当下有点不高兴了 你是我的另一半 而且我是站在一个 保护你的角度 你保护我什么呢 我当时不相信他的真诚 所以我觉得 那他不真诚 你就跟着他的不真诚走吗 我觉得这才第二天 我觉得不相信 不信任 就是慢慢去建立的 没问题呀 那你在不相信一个人的时候 所以你宋宁峰对我的 就是你不相信任何人 你在一个什么情况下 都可以这样 对 我是这样的 我赤诚相见 那你对我的赤诚相见 你当时看着我 你觉得我应该给你生一个孩子 有什么可贵的呢 就换任何一个女的 你跟他赤诚相见 他 你讲的 不是 我说这很正 我说你不信任他们 这第二天你不信任 他们是正常的 他讲的没错呀 我又不信任你 你也没有帮助我呀 也许我是错的 但是你没有帮助我呀 每一次我伤及无辜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但是你伤及无辜原因 有可能就是一开始是你 你走偏了 我不是 因为我走偏了 是因为你试图 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我想要证明我是对的 我想解除这个误会而已 我没有站在你的对立面 那你每一次的完了以后 都说我不知道事情 会发展到这个程度 我今天已经不高兴了呀 你还在这跟我讲什么什么 然后你又抛出来 因为什么什么 我就觉得停 不要讲这个事了 就可以了 那啥 就每一次都人家错 你为什么可以剥夺 所有人说话的权利呢 我只是在剥夺 你的说话的权利啊 然后你就尊重一下 我又怎么了呢 或者就任何时候 我觉得我不高兴了 这个事 你就觉得算了算了 婉婷已经不说了 很难吗 他又怪上人家 没有阻止他了 对 他怎么都有理由 对 也许我今天就是武断了 我觉得我一上来 打断你们 我一定就不对了 但是如果你当时不说话 你不再跟我对抗的话 其实我就不说什么了 就是你那个时候 还在说说 我就觉得 我就是不想说这个问题 你就不要再说这个问题了 你就说好好好 行行 好好 不说了 行了吗 我当时就觉得 你要这样就没事了 我不需要殃及到大家呀 我不需要突然觉得 你别问这个问题了 那就那就 那就又赖我了呗 我 我也真的是 人家没有 没有像你想象的这么 严重 对 最**的就是你们都没有 但是我很难受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你**什么事都没有啊 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全身而退啊 你们有什么事啊 就大家没有怪你 我想说的是这个 回去吧 回去吧 走吧 这儿吹时间太长了 就真的吹坏了 今天根本无关你谈了什么 而是那个当下 我有点不高兴了 你没有重视我的不高兴 我高不高兴对你来说不重要 别重复了 走吧 太吹了 好 太吹了 我 看你 然后